然后咱们就可以到什么 对吧 是不是做完这个之后 实际上咱们 不管你是SSH 咱们都可以做到吧 对不对 直接做你的免密 咱们也能做到吧 对不对 一台机器我要配置 所以什么 配置你到所有机器的 免密登录嘛 对吧 咱们在这个案例里面 我是不是要什么 要咱们的boot.s2的 这台 主机我要将它配置到什么 免密登录到所有的止节点吧 是不是这样 我要免密到所有的止节点 好吧 那这个功能咱们其实就OK了 对不对 那再接着咱们什么 再接着咱们就要准备一下 你的内网服务器吧 对不对 我要什么 内网下载咱们的JDK嘛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不要提供一个下载JDK的地方 那这个咱们怎么做 对吧 这个东西咱们怎么做 啊 实际上这个东西咱们也什么 咱们前面做过 外部服务器嘛 对不对 外部服务器 咱们是不是 就是就OK了 对吧 外部服务器咱们是不是已经什么 已经做过了吧 对不对 已经做过了吗 那然后咱们要怎么做 是吧 咱们有个什么 药木员 做现在已经做过药木员了 对不对 做过药木员了 那么咱们再接着咱们就做一个什么 就这块咱们实际上把这个地址直接给打出来 咱们其实一样啊 跑哪去了 怎么这么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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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普 001 哎呦 我怎么点的这个呢 啊 001 这个吧 对 就包括你这个 咱们其实也一样 那实际上咱们现在就什么 在这个里面 去做一个JDK的 这个吧 对不对 安装包吧 对吧 当然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咱们端成的只是直接用 伸透24部也可以 对吧 圆嘛 但是咱们注意啊 咱们什么 咱那里面的咱们安装包里面的版本是 低版本的 7版本的 好吧 咱们要用一个什么 8版本的 那这个东西咱们怎么办 对不对 自己做一个呗 是吧 自己做一个 那咱们再想想咱们该怎么做 啊 咱们这块咱们怎么做 想想吧 怎么做 对吧 这边咱们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也有啊 内网的 然后什么 制作咱们的圆 这个咱们下面就不用管它了 下面这个才是 对吧 分发 然后主要是这块 样务员咱们是一定会去做这种的分发的 好吧 主要呢 咱们实在什么 准备这个东西 咱们如何把这个放到咱们的内网外部服务器上 怎么放啊 对吧怎么放 直接来个什么 对吧 就比如说我在这个目录下面直接创建一个目录呗 MateDIR 然后是斜杠瓦下的什么 3W下的HTML下的 然后什么 这个 随便起个名字是吧 就叫JDK可以吧 好吧 直接叫JDK 我这是在哪创建的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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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HTML HTML 为啥子现在这么慢呢 好吧 直接太慢了 KWD 好 我知道了 HTML没有这个目录 对吧 然后这个咱们把它给搞定来 然后什么 接着把咱们的GDP给它上传上来 GDP可以在哪 这个吧 8U什么 好上传完了 然后咱们再叫什么 是copy还是什么 copy一个吧 是吧 copy咱们的这个GDP可以到咱们什么 到咱这个路径下吗 好那这边呢 咱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叫什么呢 GDP是吧 是不是可以 点进来咱们能下载就OK了吧 对不对 像这个咱们什么 咱们不用说配置什么 GDP的那什么样模员啊什么的 如果单纯的就是什么 就说咱们这个 咱们只是要安装你的GDP的话 样模员不要对吧 但是咱们其实都知道 你要做什么 S247咱们在迷你版 是不是要自己安装 对不对 很多东西咱们其实都是要自己安装 好吧 那这是咱们的圆 那圆完之后咱们再接着就什么 就是咱们的脚本了 好吧 上面这个咱们说过 但是三台机上 其实现在都配置了咱们的样模员吧 是不是 三台机上咱们都配置了 好吧 所以这个咱们不用去管它 那注意咱们最终的启动脚本 脚本上看一下咱们这个 这是咱们启动脚本吧 对不对 那这脚本咱们就直接在这边看吧 好吧 不用去管它了 然后service呢 这是咱们定义的变量 对吧 前级变量 比如说这个就叫00吧 是吧 002003吧 然后这密码呢 123456吧 是吧 所有的都一样吗 然后这个呢 91是吧 base service 91好吧 那注意第一个 函数 是不是咱们刚刚执行过的 对不对 直接什么 auto ssh -copy-id 是不是要什么 通过这个 我是不是将我的公钥 copy到其他的 机器上吧 对不对 注意它是函数啊 expert -c 然后什么 然后这个 是吧 然后这个什么 这里面是它的一个 期望的内容吧 对不对 它的一个期望内容 但是咱们注意这个 可能有的人会对这个比较疑惑是吧 其实咱们刚刚说的 咱们刚刚写成一个文件 是不是直接来一个什么 一个是priot-f吧 这个是咱们执行的方式吧 跟咱们的awk是不是一样的 三种方式执行嘛 一种是命令行的 一种什么 需要脚本吧 一种是awk本身的脚本吧 那这个也一样啊 有priot这个什么 -f 这是咱们的有priot本身的脚本 对吧 -c呢 命令行的形式 明白吗 -c是命令行的形式 就是说我这个什么 我要通过这个来执行咱们下面这一段的脚本 咱们刚刚是不是把这一段脚本直接写到咱们的需要脚本里面去了 对吧 直接写到需要脚本里面去了 这里只不过是他要直接解析执行他的脚本而已 好吧 这是这样写的 咱们每一个东西咱们其实是什么 都是这样的 好 那内部的咱们就不用再详细的考虑了吧 对吧 内部咱们就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做这种的copy的操作 对不对 但是注意咱们参数 对吧 这个什么目标机器吧 然后呢 下面这个咱们就不用管 就是这个 密码对不对 是吧 咱这是什么 password里面咱们要输入一个密码吧 好吧 这段代码能够理解吗 里面呢 咱们肯定是能够理解的 对吧 里面的主要就是这个 这是他的expert的命令行方式的执行 好吧 要带一个-c command 对吧 通过命令行形式来执行 咱们的脚本 好 那然后这是自动化的免密登录配置 你可以什么对咱们集行里面的所有的止节点都进行配置吧 对吧 那好那再第二个 那 copy ID图 这才是咱们真正的启动程序吧 对不对 我通过这个 然后什么 将咱们的公钥发送给所有的机器 上面这个只是针对你什么 单台机器 进行的一个实际的操作吧 对 那注意这个 什么 for 循环 对吧 咱们这个变量 咱们实际上是已经什么 定义过 对不对 service 定义过的 然后呢 for 循环之后咱们什么 do 然后注意这个 我是不是调用过上面的函数 对吧 调用函数 然后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是你负心怀内部的 一个一个迭代出来的服务器名称吧 对 第二个就是你的 password吧 对吧 然后最后执行 好 这是一个咱们什么 咱们在启动的程序里面 咱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吧 ssh免密的操作 好 那然后再介绍看一下 调用 调用配置免密登录的这个函数 对吧 直接调用 然后再接着 先做免密 然后呢 再分发 再执行吧 对不对 先做免密 再分发 再执行 这是咱们这块的什么 boot 脚本吧 启动脚本 好吧 咱们直接到这边写一个吧 vi boot 点燃设计 对吧 直接放这里啊 其他的参数咱们不用改吧 是吧 就上面这两个咱们改一下 他都不会有0002 003 然后呢 基础服务器咱们再 910这台机器 好吧 910这台机器啊 那这里用到了基础吗 好像没用到贝斯 贝斯斯射文吧 是吧 好像是没用到 没用到算了 咱们直接来吧 好 这是一个 那然后第二个呢 咱们注意 第二个脚本 就是隐私座 点燃设计吧 对不对 隐私座点燃设计 是什么 咱们在咱们的指节点上 实际运行的程序吧 对不对 实际运行的 注意这是什么 同样 主要 对吧 第一个 贝斯斯射文 对不对 第二个注意 为本机安装 WGET命令 好吧 下载东西咱们就是通过WGET 没有吧 空的机器嘛 好吧 其实什么 你要是那个的话 咱们SSH都得安装 对不对 都得安装 但咱们什么 服务器上咱们肯定是一天安装过的 咱们通过这种什么 咱们通过SSH方式 登录到客户机 咱们去安装你的 SSH啊 安装你的WGET啊 安装你的其他的东西都可以 好吧 都可以 好 那这个也让WGET 然后再接着 注意什么 安装完了之后 咱们是不是要将东西下载吧 对吧 下载咱们的GDK 好吧 WGET 然后什么 这个是 这个应该改成咱们的GDK吧 对不对 直接改成咱们GDK 实际上就是咱们这边的嘛 你把什么 把上面那个 然后 把这个东西直接拿过来吧 是不是就这样的 对吧 这一长菜咱们什么 咱们放到这个脚本里面来嘛 对不对 这一长菜 GDK 前面呢 都一样 直接下载 好吧 直接下载 下载呢 它感觉什么 没指定的话 咱们就下载 在当前 目录下吧 对 执行目录 SSH过去 咱们说过 都是在你什么 在你的跟目录下 好吧 好 那下载 下载完之后 咱们再接着什么 解压吧 注意看这个解压 对吧 它杠 JXVF 然后这个咱们GDK 860 什么什么的 指定咱们的 安装路径吧 对不对 指定安装路径 咱们在第二台 第三台 没有安装过吧 对吧 第二台 第三台 咱们肯定是没有安装过的 好吧 好那安装完了之后咱们说过 还要什么 还有配置 对吧 配置咱们的profile 注意看这种 对吧咱们前面 什么默写题的时候 咱们提过这种 对 咱们也做过吧 直接cut一个什么 重定项 对吧 重定项到这个文件 然后呢 咱们说结束 以咱们的eof结束 明白吗 这就是你的命令啊 先是什么 先是重定项一个文件 然后呢 标识出咱们的结束符 好吧 那然后这叫什么呢 这下面呢 就是你的数据 对不对 字题写什么 写实的数据也行 然后其他的也行 就这东西咱们其实前面看过 就等待你输入吧 你执行了这个上面的命令 他就会等待你输入 对吧 输入一行 我就什么 我就加一行 输入两行 加两行 输入三行 加三行 直到碰到了上面说的结束标志 我是不是什么 不写了 关闭 对吧 关闭本市边架 这种方式咱们在企业里肯定是 很常用的 对吧 你要追加进去 对不对 追加进去嘛 当然说实在是什么 我直接来个echo 是不是也行 不用这个cat吗 直接什么 直接在这里写个echo 然后后面的钱都用银行 把它给引起来 对啊 他不也是在这家吗 重定项嘛 对不对 也可以啊 当然你得重立项 不重立项 这东西咱们就没法做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咱们什么 咱们的安装脚本 咱们同样把它给做一下 好吧 然后这个什么 咱们这边 VA 然后是咱们的这个 inst 对吧 然后就是咱们这块 好吧 这就是咱们这块的脚本 然后走着 是吧 咱们这两个都弄好之后 咱们是不是要什么 运行一下吧 对不对 注意看咱们这边啊 SCP 然后是这个 SSH 然后这个还得给它一个前线 对吧 隐私座是不是给它前线 因为这里直接SSH过来之后 也没有带SSH也没有带其他的所有东西 好吧 所以这个直接给它一个前线吧 又加个是至少的 好吧 隐私座 好吧 这个咱们给它一个前线 那两个再加上 是不是就可以执行 对吧 执行SSH 这个是掌握什么 BOOT 是吧 直接来执行啊 其他的咱们就是什么 哎 直接把它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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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杠 RF 然后是点按设设计下的 是吧 直接把这个给删了 好吧 直接把这个删了 也可以 当然这个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那万一你没有 没有做过这个key跟呢 对吧 没有做过key跟 咱们说这个key跟 实际上我单独的在服务器上做一下 倒也不影响什么 对吧 做一次是不是就ok了 做一次我的公用 我可以什么 发给上千台机器 对吧 因为是我要免密登录你 对吧 我自己做一次就行了 但是咱们说什么 那万一我就是没做呢 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要 给他写个函数去做一下 对不对 咱注意啊 如果说你真正是执行这个 咱们都知道 你有多少种提示 对吧 是不是很多提示 不止三种吧 你看一下吧 咱们什么 你要考虑什么 第一次做跟 做多次的区别 第一次做咱们是 三次按才就ok了是吧 三次来试试 第一次好像三次吧 但是你要注意什么 第二次 看没 第二次有一个输入吧 第一次咱们实际上直接回车都行 对吧 钱都直接回车 但是第二次你有一个overlight的输入 对不对 好 然后看一下几次啊 三次吧 对吧 就是什么 第一次的话 你其实不加这个 咱们就三次 回车键嘛 对不对 第二次就是什么 四次 好吧 所以这个是你的现象 你要什么 观察你的现象 对不对 观察现象 你才能什么 才能写咱们的函数去 自动化实现咱们的输入吧 对 输入 好吧 那这个就是什么 咱们留着一个左页 要求你 当然什么 当这个跟咱们最终的左页一起做吧 然后呢 这边咱们就直接来 就是二十二级 可以让什么布团 呦 点按设计吧 我是不是直接这样执行就OK了 对不对 好 那走着 哎 哪个 sdp 没有那个是吗 没找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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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命令没找到 什么 我这不是运软 我这不是运软 sdp吗 我这不是运软 Sdp吗 刚刚报的报什么说 它 铁的 啊 上面没有啊 嗯 嗯 看那个他谁 这是能脸上的呀 哎这怎么是80 啊是单口下载下载他没错呀 下载的是WGET是吧 WGET没有问题啊 关键是这个200OK 这下载完了吧 啊下载完了吧 但这个为什么会没有呢 WGET拿不到这个吗 试一下吧 这边WGET现在应该有了吧 有了WGET然后什么这个路径 嗯 路径你叫啥来的 192.168.137.91下的 JDK下的什么 JDK JDK 你哎呦 这个吧 不知 不难下吗 可以下 是吧 可以下吧 这不下来了吗 那这个这里面怎么会 报找不到呢 93210秒 但但刚刚确实是没下载下来啊 那就是脚本的问题了 那就是脚本的问题了 VIA 然后什么 隐私多点按摄器吧 这边是有隐私多点按摄器啊 有吧 对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边 哦 加了个空格 对吧 就这个空格 怎么回事 好吧 那然后咱们把这边给干掉吧 对吧 把这两个都干掉可以吧 都干掉吗 对 重新来一个 为什么下来 怪不得 下了个这个东西出来 嗯 嗯 他等于说是前面地址嘛 后面就那个 好 那然后这就是什么 S27boot 点S27吧 对吧 现在咱们来 现在再解压吧 再解压 对 这就在解压GTK嘛 哎 怎么又有谁那个了 还是 XP找不到 XP怎么又找不到 这边什么都没有啊 应该是第三台机器 没有那个了 第三台机器 没放上去 啊 第三台机器我应该是 没有安装这个 对没有这个的话 他就没有 叫什么 没有SCP 他不能接SCP啊 因为这个什么 SCP也是通过咱们的S227客户灯来 客户灯灯口来做的 好吧 就咱们这边要什么 YAM能什么杠外 也是多 S227 然后这个叫啥呀 Open 得了咱们直接找一下吧 S227吧 有 那我们原本是共享了的 张这个 对吧 所以这个什么能量 就这东西实际上也可以直接写在脚步里面 对吧 直接写在脚步里面 其实也可以啊 好吧 然后这个咱们就直接来一个吧 不删了 它自动那个呗 这样覆盖吧 一样的 覆盖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那个这家的咱们 海德布林阿上咱们就执行了两次 对吧 你的什么 profil文件里面嘛 它就执行两次 对吧 这下面是执行了第二个嘛 执行了第二次了 好 然后咱们就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KETETC下的 profil 飞了 嗯 看了吗 后面是不是 哎几次了 三次了是吧 对 咱们执行过 安装过三次是吧 嗯 对啊 这是咱们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咱们这个KET的问题 当然咱们这个脚本 咱们说你肯定只会执行一次吧 对吧 执行一次啊 咱们要调试的吧 那这边呢 肯定就是一个 ETC下的 profil 对吧 都加进来了吧 加网 然后什么 港币呀 塞温 没硕士 没有硕士 对吧 加个硕士 咱们就有了吗 就是你加了配置这种东西 咱们就要重新加载下你的资源 对 配置文件的 大部分配置文件咱们都要加 对吧 都要加嘛 然后什么 包括咱们脚本 其实你看 同样可以硕士进去 硕士进去 咱们这些东西 其实咱们说过 机器启动起来之后 这些东西呢 都要加 搭载到内存里面吧 对 系统变量啊 然后什么咱们环境变量啊 等等这些东西 咱们都要加载